要不然你水会没有办法控制 好 我现在的笔肚子是有水的 但是呢 颜色很淡 我要下笔的时候我就沾一点点浓的 在笔尖上面 好 那这里呢 这里是一个它的轨迹 将来我画要这样画 前面可以给它画一些花苞 这样子一个花苞 再来 拿一点墨 一个花苞 有时候这个花苞比较小一点 你可以画小一点 然后开始要画花了 这个 这个 兰花 兰花 兰花它本来 本来应该有 花瓣有三片 一片 花瓣有三片 一片 两片 三片 但这一片呢 变形了 这一片变成什么呢 变成舌头 它有红点 后面的三片 后面的三片呢 其实是额片 但是额片它也变了 变成那个颜色呢 跟花瓣一片 跟花瓣一样 所以它有三片 这六片 充充充集中在中间 后面的中间那一片 这样子 这样子 好 国画 传统的画法呢 它这个 舌头就不画了 舌头不画 直接呢 点三个点 一二三四 点四个点在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传统的画画 画兰花 那我在这边画 画给你们看看啊 这里 一片 两片 我侧面的 一片两片 这个 还有第三片是舌头 没有画 不画 然后呢 后面的额 额片呢 有三片 上面一片 上面一片 就这一片 第一片 然后两侧 各有一片 好 这样过来 一朵花 一朵花 这样一朵花 好 好 好 这个是向右边的 我们现在画一个向左边的 因为这两个花瓣呢 平行的时候呢 我们侧面看起来 前面这个比较大 后面这个 因为只有一部分露出来 所以你只看到一部分 所以为什么会 这个会小一点 就是这个原因啊 你看看这里 这个小一点 这个小一点 就在后面 这个小一点 一个向右 一个向左 一个向左 我们现在画一个向上 向上 向上 向上的话呢 这两片就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大 它是向上的 那还有向下 向下 有啊 有啊 一二三 中间有一片 中间有一片 在上面 在这里 对 一二三 一二三 合片 一二三 合片 现在向下的哦 向下的哦 你留下 晚上画 好 它的 两片有啦 现在 它的 额片 中间这一片 还有 两侧 割一片 这样 好 画好之后 画黑白的 画好之后 那你要 点那个 花心呢 那点那个 花心就是点 它的 花瓣的 第三瓣 就是舌头 那我们用小楷 那我们用小楷 小楷啊 现在用小楷 浓的 我们画黑白的时候 浓的 末 代表 黑 也代表 深红 也代表 深红 这个黑色 也代表深红 也代表黑 那么你 点这个花心的时候呢 可以尽量不要超过这个 这个 这个 中间这一点 都在这个上面 比如说 那个哈 一点 两点 三点 四点 这样 来 再来 这一个 这一个 一点 两点 三点 四点 好 再来这个向上的 一点 两点 三点 四点 向下的呢 好 向下的呢 向下就不一样 你只能点两点 向下你只能点一点 两点 好 好 都好了 都好了 然后 我们把那个杆子啊 加强 先 刚刚是 刚刚只是说 把那个轨迹 把轨迹弄出来 对不对 好 现在呢 可以把它 加强 要跳过的 给它跳过去 把它加强 加强了啊 所以这样子呢 就 一朵花 一株花就出来了 那么这个 花梗如果 不清楚的话 那你就要再加强一下 那这样就是一 一幅画了 那么 那今天我们的附带啊 还要讲一个 就是小鸡 那小鸡啊 那小鸡啊